2019年12月以来,武汉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,目前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。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是此次指定的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之一。 记者1月22日来到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,只见门诊大楼入口行目处,树立着发热患者请先到发热分诊台预检分诊的告示台。 医护人员手持温度仪,正在给进入大厅内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。 第一步电子测体温发现有异常,我们就把它分诊到预检分诊台,然后通过这个体温表,就是水银体温表来测量,这样更准确一点。 然后再进行对患者的一些基本的信息,通过这个传染病的规定,我们进行一个初步的登记。 如果这个病人体温确实是高于,就是属于发热状态,我们会再把它分诊到发热门诊去就诊。 发热门诊与日常门诊区分设立,位于院区另一栋大楼内,设置三区两通道,分别是清洁区、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,不同区域之间有玻璃门隔断。 通道则分为医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。 由潜在污染区进入污染区之前,需要穿戴好防护用品,主要包括白色防护服、保护面罩、手套、鞋套等。 其中防护服为连体式一次性使用,在穿防护服之前需要进行严格的手部消毒。 在穿戴过程中,手部消毒需进行多次。 防护穿上了之后,最起码是四个小时。不能拖,不能栽,我们在这个期间是不能喝水,也不能上厕所的。 记者看到,污染区设有发热诊室、输液诊室、流关室以及发热卫生间。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忙着未患者配药、输液、查看病情,忙碌而有序。 这个主要是开两个诊室,两个诊室就是不间断的工作。 24小时,几乎就只能上个厕所。 在这关键时候,我们医院人员绝对不会退缩。 然后像我们当时临时组建的话,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,医生都是从各个课室调过来的,都没有怨言,都很认真地去投入了这个工作。 因为老百姓的健康就是我们第一宗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